車輛 很夠雜誌 你不用拚開車 坐鋼車之後 直接在開好不好 來回這樣開下來有沒有 你去開你會發現 旅行車拿進去到 我瞎不死等一下 哈哈哈 他幹嘛開 我想說我要耍算一下 為什麼 幹嘛給我鎖安全座椅 這家這個是 好爸爸車 旅行車是好爸爸在用啦 沒錯 也沒有錯啦 之前有拍過C200叫車嘛對不對 也拍過GLC200對不對 今天我就來好好的跟大家分享 C300的EarthStates 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4年上半年掛牌數字啦 因為你會看賓士也會看什麼 CNW 對不對 所以C300EarthStates的對應車是誰 CNW330Tourish 對不對 在台灣的掛牌數它是沒有分旅行車沒有分轎車沒有分總代理沒有分貿易車 C系列的話是1142台 B&W的3系列的話是1084台 其實上下差不多啦 C的旅行車它就是C200 C300跟C43 轎車有一個63 SE Performance 插電式混合的旅行版的63哪時候會來台灣目前我不知道啦 今天出來這台C系列是2021年的第五代全新大改款的 W206車型 對比B&W來講 其實B&W的車型試帶稍微早一點 以現行三系列是G20 G21 他們是在2018年的時候這個車第七代上市 在2022年的時候有做了一個小改款 全新曲面式螢幕進入了ID8系統 B&W試帶比較久它比較新 所以今天我會好好的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現在正在看這款車 你到底要選C200或者是C300我分享給你聽 C200跟C300統一都是搭載最新的M254引擎 都有搭載48V的輕油墊 但是CC數不一樣 C200 1500CC 204匹 扭力30.6 070.5秒 C300這台 2000CC 258匹 扭力40.8 060秒 大家一定會說 我開車就用斯文斯文 沒在開鏡啊 但是我告訴你 1500CC跟2000CC的引擎作動的細緻度真的有差 再來 你買C200配備少一點 而Space的車型它都有說AMG-Line 它不用再選了 可是你必須還要再選一些 譬如說豪華Plus的專屬套件 像這一台它也有選 C300選的話是1萬2千塊 如果是C200選的話要264千塊 價錢就有差囉 你都開到購入了 你都要買總代理的車啊 說實在話啦 兩款車牌價差44萬 卡公的也要買C300 再來旅行車站網上就43 它搭上了M139引擎 大家都會說 捨棄6缸了 進入了4缸渦輪 這已經不是AMG了 它反而是AMG 之前那個3.0反而不是在AMG M139引擎是搭在誰車上 A45啊 CLA45啊 引擎是不是one engine one name 而且它搭這顆引擎效能比較好 421匹扭力51 040.4 四輪傳動 那當然啦 它台價也是破400萬的啦 也漲價了啦 會不會有人去買現在的C63 SE Performance X 電視混合 縱效動力680匹 你又不是常常在下賽道 你跟我講說它是F1的黑科技 還要破600萬的 那來這個分享給大家啦 今天這台C300 Estates出來 我先讓大招 它的排價是306萬 對比BMW的330 Touring的話 303萬 以車頭來講 你覺得誰比較好看 車頭你覺得 你自己覺得車頭 你覺得BMW比較好看 以車頭來講 它現在都有這個 之前有Angry那個折線 加上它的那個水箱護照 都是很多星星 所以我覺得賓士的車頭是好看的 但是你講到車尾頭 我覺得賓得比較好看 最後收尾下來那個感覺 不然你覺得呢 對 我覺得賓士 剛好我沒有想法的 賓士來講 他的智慧頭騰 多光速是需要選配的 如果你單選的話要6萬7 當然我不是我說 我朋友很聰明 選了一個豪華專屬PLUS套件 11萬2千塊 就包含多光速智慧頭的 你晚上還可以迎賓你 哇 好有尊榮感喔 豪華PLUS套件 除了有智慧頭的以外呢 還有什麼呢 兩個前作的話就是 雙層玻璃 全景天窗 抬頭顯示器 抬頭顯示器 抬頭顯示器如果單選的話 是5萬5 所以有人會去單選它嗎 正好 你就選PLUS就好了 再來就會有 玻璃之音15支 再來就會有那個 MBUX 擴增實境 那個魚骨頭啊 多驅橫溫空調 11萬2千塊值不值得 我分享三三人推理 多光速頭燈 標配 全景天窗 標配 哈門卡等16支 標配 第三驅橫溫空調 標配 所以你就知道賓士跟BMW賣法在哪裡 這台車加選配 最後選的是27萬6 大概已經破330萬了 那對比BMW你可以省二十幾萬 一 蛤 那套業 不是 C系列的話就是引擎蓋加葉子板 好像跟BMW差不多啦 它們必須還要有一些鋁合金 複合式材質 包含底盤也都是 那我剛才講的 賓士的C系列旅行車 200、300都是有AMG-Line套件 你不用再準備了 裡面的那個蜻蜓方向盤 還不用再花錢了 合理啦 這個夜色套件要加3萬9 它還有選什麼我一次說完了 人要保養 車要維護 他們先推薦 萬威的汽油添加器跟柴油添加器 定時添加 想到在家也可以啦 清潔機碳 輕輕油底槽 輕輕噴油嘴 可以讓你的車子開得更省油更順暢 你車子快要沒有油的時候 你再加一罐汽油添加器 或者是柴油添加器 記得去版油加滿 效能最好 購買請客 自由人光軟 憲政加入自由人日會員 享有更多好看好理 喜歡嗎 下方有連結 剛才你說那個通風椅嘛 它有選 這個是4萬3 BMW不能選 它有多選一個 後座氣囊2萬1 它本身就是都搭19吋啦 BMW也是 它本身就是19吋的 它價1萬1 我看它選什麼 我看的 它不是差不多 它是跟我們搭機還有啦 前面是225-40-19 配PZ道的 還不錯 後面是配255-35-19 以賓士C 車長 4米79 快4米8了 車寬1米82 它的車重1.77噸 軸距2865mm 來對比BMW3 Touring 車長4米71 短一點點 車寬差不多也是1米82 但是呢 車重有差喔 BMW3系列Touring 車重1.6噸 來算一下 它們兩個車重差多少 170公斤 等於是大概是2-3個成人 BMW的軸距是2851mm 其實大家差不多啦 但是BMW有一個很好的 方便性的東西 靠近 離開 賓士沒有 他還是必須要去POP 一打開門 賓士贏了 它在這個門板上面 賓士下了滿多工夫 再加上這個手把 而且你看歐洲車的門板的厚度 一分請一分貨 要不要賓士贏 開賓士要不要 賓士要 是不是 就算沒有也要用皮的 這樣子喔 都看看 好 後座大小其實跟3系列差不多 坐起來的椅子的角度 各方面我覺得也差不多 我感覺賓士好坐一點 你剛剛是不是懂我摸椅子 有 來我問你 你覺得它是真皮還是合成皮 你覺得 我覺得摸起來很像合成皮 好它是合成皮 BMW330 Touring 是合成皮還是真皮 照正常說應該也要合成皮 真皮 都是黑頂棚沒有錯肯定的 但是 全景天裝也是在plus套件裡面 車頂架也是必須的 有夠燥 後面告訴你 C Saba已經沒有貼AMG了 一樣下面有Diffuser 有雙出是真的嗎 是假的 BMW兩隻是真的嗎 對 它是真的 中間腳踢一樣啦 感應還不錯 走到330 Touring跟C系列 其實說真的 它摸起來這些質感氛圍都不錯 旅行車大家喜歡就是好載東西 那它們有選一個叫做什麼 後箱什麼鬼東西的 你打開它會這樣子拉起來 有個迎賓模式的感覺 它傾倒 六四分離傾倒 賓士在按鍵座比BMW好 下面 已經都沒有備胎了 有降噪工人 還不錯 所以哈華等級 它在後面這些處理 降噪、絨毛處理都做得非常好 剛剛講說誰後面比較好看 我覺得賓士比較好看 不知道欸我覺得它這個電燈 我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 就像現在看那個5系列新的 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啊 來引擎開開大家看一下 哎唷這有去貼模喔 欸這次是去Fation貼的 Fation抽體貼模 我是告訴大家去那邊貼 可以報TOM型的名字 可以 服務、技術、你不會被打槍 你放心好了 我介紹的不會露骨露骨啦 而且我們朋友這次去貼的這個模 現在最新的模 美國品牌 美國研發 美國有工廠 中國大陸有工廠 而且現在中國大陸在亞太區 數一數二的模 這叫什麼 酷的 英文叫什麼 Qder 它現在這個模很厲害 一般我們在外面貼房間 一般大概保固5年 它現在貼這個 有保固8年 最長有保固到10年的 這太扯了 就跟進口的那個XP 保固很長 代表什麼 模料怎麼樣 整體力很高 是不是 膜新鮮皮有厚度 有7.5mm 8.5mm 再來是10mm 它是貼8.5mm 那像如果你是貼7.5mm 它保固是8年 它貼這個是10年 它敢保固你10年 你不用怕了 代表什麼你10年至少 你不用把膜撕掉 你在肥炫貼 你如果是貼8年的 除了膜面有保固以外 你可以回肥炫8年 一年回去一次 它可以做膜面的保養 這裡有健檢 維護 需要啊 人都需要一年健檢一次 要 對不對像我最近見點 三三肝牛脂啊 不要講 歡迎廠商 這叫做售後服務 這個Q的 在中國大陸有沒有 現在我跟他不是講說 現在是數一數二的 這個犀牛皮 的這個磨料 大爺人是誰你知道嗎 哎唷 成龍 耶 成龍不是也知道嗎 啊耶 問耶 問 三子啊 我過來一點 這個叫 我要打十個 那你要打幾個 三個 在中國大陸 現在他們精良是 曾子蘭代演這個磨料 很猛耶 台灣就湯姆賢 這個磨他們現在開始貼 其實廣受好評 告訴大家 如果你中部你要貼磨 你可以找誰 吹阿流 郭達好朋友 直接告訴他 湯姆賢推薦來的 就說你要貼那個Cuber Cuber 啊不是Cuber Cuber 全車 十萬 零 五千 這價格有優勢啊 有沒有優勢 價錢有優勢 保固有優勢 店家服務有優勢 湯姆賢代演有優勢 認證 認證 這樣OK啊 可以可以 你今天廣告OK啊 好啊咧 下課 沒有啦 裡面還沒講 是啊 你應該要先打開 啊對 我又忘記講到一個東西 那如果你是貼磨 你是不是一年可以回Fashion做維護磨面保養 以外你也可以使用湯姆前推薦的那個 R-Design 石墨烯維護劑 對 阿龍那邊也有放 阿龍認證 因為他 什麼 他認證啊 他認證 他認證 因為他們那邊也有用石墨烯在維護磨面 好用啊 對 所以你是貼磨的 你是犀牛皮 或者你是鍍膜的 你都可以拿 R-Design的石墨烯來維護你的板件 貼膜 鍍膜 好不好 以前叫大家去蝦皮商城對不對 對 現在去哪裡 自由人勾王 要快看啦 好 有有要頂桿 今世的引擎是就是做的這樣拍拍亮亮的啦 一代到第五代 從自然進去進化到渦輪系統 M274會炸缸的那顆引擎 進化到M264進入了48V嘛 但是那48V那個時候也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好景不長 馬上就進入了M254這顆引擎 那我說過了這顆引擎它的48V是用ISG帶 來 複習一下 48V用ISG帶怎麼樣 不帶動力的啊 BSG怎麼樣 不帶動力 厲害 旅行車 代號180 代號200是1500cc 強烈建議要有PASO 捨棄200買300 未來長久用車下來舒舒服服以外 1500cc跟2000cc的引擎出力效能 還有細緻度 絕對有差異 BMW它不管是320或者是330 它都是B48引擎 後續可能也許可以透過電腦升級 動力晶片 動力可以跟330差不多 1.5引擎它怎麼改都不可能像2.0 不要買了後悔嘛 來講一下它的油耗表現 因為它有搭48V的輕油電 所以油耗表現是14.3 BMW330 Touring的話是13.4 差一點 主要還是今天上路試駕給它 好不好來阿龍上車 好熱喔趕快進來 趕快趕快趕快 它有選通風椅 開起來 進來做到賓士的內裝有沒有 賞心悅目啦 所以你說市區恆文通條有沒有用 後面有小朋友有在家人 有常常在載人一定有用 那個十一萬兩千塊的那個 豪華Plus套巾一定要選 對 包含在這裡面 那至於天窗就不一定 但是它就包在裡面阿 很有質感耶 對開的 很漂亮喔 好來再打開 好OK今天就打開這樣 不要開了 好我們就這樣開著 你後面比較熱給你熱 不要啦 哈哈哈哈 其實車內我們之前拍過C200 GLC200 其實都差不多 CC類就是這樣子的鋪陳 前面是12.3吋的數位標板 它的這個直立式的就是11.9吋 現在的C系列 GLC還有CLE 也都是這樣子的 我們這個朋友你看選了這個 這個要花五萬塊 不過我覺得這選的蠻值得耶 因為我覺得裡面選Carbon不錯耶 登天一些運動氣息 還蠻帥的 方向盤看到沒有 這個一定要選吧 Eustace都有 第一轎車版的才要選 我們上次拍那個就沒有阿 沒有 那就屬女方向盤了阿 台灣人簡稱叫做 陽春面板 陽春面板 啊差很多阿 皮質也差很多 你看人家這就拿怕了 口徑大小然後還有打孔 後面這個換檔撥片你看 還有用鋁質的 哇 漂亮 雞蛋很好 那前面的數位表 說真的啦 它的解析度 它的畫質 然後它的順暢度 呈現的資訊的豐富程度 我敢講 很棒 那這一顆11.9吋的這個也就不用特別講了 這個就是 該有的資訊木什麼的它都有 再來360度給大家看一下 呈現的畫質是非常好的 有沒有 有沒有 不錯吧 你看連這個 你看連這個 這裡啊 這裡有一個東西啊 豪華品牌該有的水準一定要有啊 現在都已經進入了MVUX2.0 智慧語音秘書啊 什麼你好賓士啦 BMW的現在的語音秘書 也是進入2.0 智慧鑰匙也是進入了2.0 欸奇怪車怎麼會動 有吧 在那裡有感覺嗎 啊你看車內有搭那個柏林之椅 你看 好漂亮喔 如果已坐到賓士的車室 但是 在坐進BMW 我覺得啦 賓士在車內的氛圍 質感用料 完勝 你去坐這張椅子 我個人覺得啦 BMW比較好做 再來就是因為它真的不是真皮 所以摸起來的材質 以豪華車來講普普通通啦 駕駛副駛 它都有電動椅以外 有記憶椅 有 BMW駕駛有記憶椅 副駕就沒有了 你看這就差了一點點 前面也都塑膠了耶 不過這裡碰得到的這邊 都有做一些 絨毛或者是皮質處理啦 中間安座 來我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有無線充電嘛對不對 來 來怎麼拿 怎麼拿 沒辦法拿 你光拿一個手機你就覺得很麻煩了 就把它蓋起來 是不是 這邊有貼膜嗎 阿劉你剛好貼 也有貼喔 這邊才有貼喔 不然這邊才會刮傷 然後這個杯架 那個 手機架 手機可以可以 這個可以插吧 可以可以 我看一下 關 開 這質感很好耶 我平時做這個質感不錯 如果說你不想要放這邊的話 他們之前不是有推薦那個 萬魔科技三合一的磁吸手機架 對 你剛好架這裡可以啦 剛好插這個地方 又不會讓它壞掉 不會 你沒帶來我試試看 沒帶 你怎麼踩下去 你每天都沒帶 這裡都Touch的 對 也都Touch的 這都LED啦 這基本的 看看這裡 都LED Touch 主要今天就是 以試駕為主啦 前面講了那麼多 因為C系列我們也拍了好幾款了 所以裡面就不特別追溯 它的抬頭顯示好大塊喔 大家可以試看看 我等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試試看它的抬頭顯示 好清楚喔 那這台車有多一個東西 是BMW也沒有的 也不能選的啦 後輪轉向加電子訂正器 那好像選的話是9萬6千塊 好啦 最後我們就來上路試駕去一下啦 好 剩下的試駕說吧 好 再踩一下 很像雞肉車會動 哈哈哈哈 有沒有 GO 好 我們要來上路試駕 W206的C Starbar了 其實說真的啦 坐在賓士啦 它的車內氛圍真的不錯 然後再來你看我就說 你賓士真的要有這個 AMG的傾停方向版啦 這質感這個Napa握起來差好多 口徑大小真的都剛剛好 旅行車就這樣子啦 前面有說旅行車它就是200 300 它都是AMG Line啦 本來的預算是想買200 我建議你200 300都開看看 開起來的感受度 有著蠻明顯的差異 不過說真的啊 它這個有可以通風移 可以選也不錯 我覺得這裡值得 懂選 懂選 哇 好舒服啊 舒服喔 哇 它給我一顆星星是怎樣 我都一亂踩是不是 因為版權的關係 之前有沒有很多人問我們有沒有 為什麼我都沒有聽音響有沒有 沒辦法啦 聽音樂它會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般你看很多在拍汽車的 不會開音響 其實我開一小段我覺得 258p扭力有40.8 又帶了一個48V的 ISG的輔助動力啊 如果說硬要拿來跟330 Touring比較 你會覺得 BMW的出力還是比較好 對 兩台都沒有電子避震器 你會發現 BMW還是比較紮實 可是賓士坐起來很舒服啦 沒錯 像你坐後座你自己覺得 這邊最有感覺就是懸吊 懸吊 懸吊感覺就比較硬朗一點 BMW比較硬朗一點對不對 對 那名字坐在後座真的比較舒服 你兩台你都讓家人去坐坐看 然後你自己坐駕駛去感受一下 看看我講的跟你有沒有中 所以椅子不好坐 其實不是說不好坐 就是如果你跟BMW的330 Touring比 普羅大動 你會覺得BMW椅子它比較貼合 保護性比較好 直升性比較好 坐起來你會覺得 怎麼一坐上去 你會覺得好像馬上要調到你的坐姿了 感覺賓士的椅子比較滿爛的 對 對 人家試著我都搭搭 等等我們再上路試一下它的Level 2 好久沒有試賓士的Level 2 你看這ISG在帶的 跟我們之前開那個GLC200有沒有 對 那時候是204匹嘛 然後帶一個48鋪的錢 我說ISG它是帶動力 帶動力開起來感受度就有差 然後我說過它的排檔頭現在沒有在這邊嘛 因為這邊的中央安座空間會比較好 沒錯 你這個用大概兩三天就習慣了 其實你反而在這邊有沒有 對 要前進啊要倒車 用久了你會覺得很方便 對 你用久了你再回來這裡你會忘記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 哈哈哈哈 一開始真的 一開始真的會打雨刷啦 會不會有三系列大桿款的汽油車 目前不知道 有電動車是一定啦 反觀這個奧迪偶數就是會電動車 之前的A4呢就會併繞A5車型 就叫A5啦 A5 Sportback A5 Avant 這叫B10車型 我在想明年應該會來啦 奧迪它下一個世代會比較有驚為天人的作品 再等待看看 真的啊 它車型好帥喔 真的很漂亮 A5 Avant有沒有 但是引擎科技大概都到底的啦 然後可能做一些進化做一些調整 那大概一定都會加一個48V 我真的覺得它坐在車內啊 難怪這麼多人喜歡賓士 對 你看它那個柏林之音的殼製 它這裏真的蠻有質感 很有質感齁 賓士專門就是創造質感的啦 欸它奇怪它手套下面有鋪絨毛喔 欸三百萬耶 它直背架這個也沒有啊 你看它這個中央扶手 這個裡面就有鋪絨毛 就有做一些降噪 門板背架這邊以前我記得也有啊 對 對啊 還是E系列以上才有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啦 冰賽是很好開啦 再說一次 300的 200你去開會沒感覺 我來試試看 也是新一代的這個 他們的Level 2 很完整啦 跟BMW的Level 2 我覺得也都不相上下啦 該有的隔音水準有啦 確實 我覺得BMW330隔音好一點 隔音就好了 我覺得 好笑 輔助作動也很棒喔 基本上都接近於人在踩啊 沒錯 9G再換檔稍微慢一點啦 有沒有一切成它就有感覺有沒有 有加了 那個避震器的那個扎實度 就有一些些差異 確實有 但是這個比較符合普羅大眾啦 就是我覺得比較迎合舒適面 來我來試一下導航 台中市檀子區 Fashion車體貼模 有啊 好清楚喔 有啊 天啊 魚骨頭頭現在呢 欸魚骨頭 這擴增實境啊 十一萬兩千塊的豪華專屬 PLUS套件一定要選 確實 很漂亮喔 這魚骨頭 看一下 對啊 很大啊 不是啊 這賓士 這賓士啊 OK 開一下給大家看 其實雙B他們現在都有這個 AR擴增實境 顯示的讓駕駛者 或者是副駕駛者 幫你看的時候更清楚 雙B台車 都看著保持在開好不好 我認真覺得 N254引擎有沒有 對 比之前的N264引擎 開起來 有著很大的進步 這個這樣子 幾個這樣子 來回這樣開下來有沒有 對 在對比之前的車子 在對比轎車版本 你去開你會發現 旅行車比較定道 沒錯 哇我比較喜歡旅行車喔 對 真的 未來如果有C43的話 我們也有可能會來拍 想要我們拍什麼影片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記得 那個影片的下方 資訊欄裡面都有 自由人購物網 可以去支持一下 他們有自由人購物網 我們有要抖內我們沒關係啦 支持我們賣的商品 我們賣的商品 不會被你們打槍 然後再來 我們未來會有一些 新的企劃有沒有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定要 因為你拍新企劃 我們一定會有些陣痛期 對 真的陣痛期 流量不會太好 真的 但是我們會努力 喔 多拍一些生活化的東西啊 對 好不好 希望大家多支持啦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你是不是覺得你的汽車玻璃 老是張希希 永遠刷不乾淨 雨刷會跳動 他們先推薦 Updesign的玻璃維護劑 很好使用 絕對滿意 噴在玻璃上面 噴好噴滿 我們會附你一塊小海綿 用力刷 好好刷 把淺水的油膜刷乾淨 最後再用清水把它沖乾淨 鍋裡的明亮度增加了 脫水性也變好了 減緩雨刷跳動 購買請下 自由人光軟 憲政加入自由人 日會員 享有更多好看好理 喜歡嗎 下方有連結